从空中俯瞰古建筑 错落山城 意大利的中部小镇茉莉赛 最近大举招募新移民 确定入住后还有钱可以拿 由于人口外移 小镇人数剩下不到2000人 当局决定寄出丰厚搬家费用 三年每个月送上 26000元台币奖金 吸引新住民 不过条件是要在当地落地生根 开店或投资 刺激小镇经济活络 其实许多意大利的小镇 都面临人口外移窘境 纷纷出奇招行销 意大利西西里岛 古镇山布卡风景如诗如画 能够欣赏地中海美景 但也因为居民外移人口锐减 日前当局出售镇上数十间民宅 每间只要1欧元 大约台币35元就能拥有 而在日本的奥多摩丁 则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入住 直接霸气送上移动房子 奥多摩丁距离东京只有两个小时车程 为了吸引四十岁以下年轻人 特地设立空屋银行计划 提供年轻人移动房子 虽然只是旧房子 但是只要花一点点钱装修 就能够成家立业 听起来相当吸引人 但是还是有专家认为 得活化当地经济 增加更多就业机会 才能吸引到年轻人想入住 结束我们综合报道